大家好,今天是美西时间11月8日,欢迎收看第三期万维读报,我是Cherry 为了让油管的算法可以更好地推荐我们的节目,请您多多为我们的视频点赞,感谢大家的支持 好了,让我们来看看本期的第一条新闻 范仇是台湾知名政略作家,惊传之前在家中离世,与李克强享受相同,也是68岁 5天前,范仇先生刚分享了《李克强之死没有阴谋,只有阳谋,习近平的接班人是谁》的文章 分析角度星引发舆论关注 台湾中央广播电台报道,范仇曾连续创业多次,退休后转型为政略作家 长期深根两岸攻略出版了十本书,并为亚洲媒体写下许多政治和社会评论 包括台湾是谁的,中国是谁的,台湾会不会死等作品,引起华人世界的关注 其独特创建包括中共不等于中国等,也受到广泛回响 半仇最近的文章,李克强心脏病突发死亡,半仇,没有阴谋,只有阳谋,这是习近平故意烂 其独特的分析引起外界关注 文章说,李克强死亡的过程及死因由于官方说法破绽太多,引出中国国内外无数的阴谋论 我个人认为,李克强之死没有阴谋,只有阳谋 新华社的首发桑讯说,李克强因突发心脏病权力抢救无效,于23年10月27日零时时分在上海逝世 文章认为,这是一个极烂的说辞,人会因心脏病而死,这不奇怪 但一位正国籍的前总理,十年来每个月甚至每天都必须接受身体健康检查 即使心血管系统有顾及,突发这一情况是不可能发生的 更何况在正国籍干部随身的完整医疗护理团队的条件下,而突发死亡 李克强心脏病突发死亡消息爆出后,各界流出各种分析 甚至相关录影与照片指向他其实是被心脏病死的 包括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 李姑山躺在病床插管儿旁无医护人员的病房现场照片 送医过程录影片段 为何被送往二流的中医院而非一流的西医院如上海华山中山医院 为何没有医程序交换直升机 而是在当场急救无效后,采用传统救护车送往医院等疑点 文章判断,破绽太多了,这才造成阴谋论四起 但是如果李克强之死真是一场事先安排好的阴谋 以中国共产党的技能水平不可能留下如此多的破绽 谎论难大量流出的相关影像 文章说,若是阴谋,主视者完全可以想出十几种几十种 他人难以质疑的理由 例如,游泳池地滑,不慎摔倒太阳穴,恰巧重撞至 池子石脚,抢救无效等 如上述分析,官方桑讯中为何要采用心脏病突发死亡这样的烂理由呢 我的判断,这是故意烂,用意就在激起全世界的阴谋论 文章说,这样的烂理由传递了三个重要的政治讯息 一,习近平已经铁了心要终身执政,不惜任何代价 二,所有还具有来日被黄袍加深条件的人 无论党政均真是死了你那个奢想吧 三,告知国际 想要与中国打交道对象只有习近平一个人,没有其他人 尤其是西方国家不要妄想 文章最后说,现在评论李克强之死为阴谋者要当心了 这是阳谋不是阴谋 据台湾中央广播电台报道 范畴的理念深受各界认同 他一直强调中共不等于中国 并提倡台湾平民三精神 这些独特见解在两岸政治领域引起关注 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不仅一带一路 一万亿美元外债收不回 所谓的千年大计 河北雄安新区总投资超过8000亿元人民币 但该项目背后的烂尾也无法收拾 故采取各种办法挽回 11月7日,雄安新区推出了 顶尖人才、技能人才、青年人才等 各类人才引进及重大平台落地奖励等 16条政策措施,简称雄才16条 其中顶尖科学家到雄安工作 给予2000万至5000万元科研经费和300万元生活补贴 奖励一套不低于200平方米的住房 私深财经评论人士蔡沈宽分析指出 自从2017年宣布设立雄安新区至今已经6年 除了硬件设置齐备 却没有多少人愿意在当地生活 房子现在盖得很漂亮 原本是想把北京的人疏解到雄安去 现在看来疏解的任务相当艰巨 相信一般生活在北京的政府机关 起事业单位的人是不愿去的 民营企业更不愿去了 今年1月有网民拍摄到雄安火车站前广场上 杂草丛生不见人影 雄安站起用两年每天仅几列火车往返北京 对此蔡沈宽说 习近平亲自主导的工程怎么办呢 只能去吸引所谓的高端人才 由政府财政买单 看看奖励能否发挥示范效应 所谓顶尖级人才跟深圳广州给的待遇 跟雄安比也没有什么太大区别 作为一项千年大计工程 雄安新区被当局定位为中国的现代化智能新城 并成为一个高科技产业发展 生态环境友好的示范区 在16条优惠措施中 对大专院校应届毕业生在雄安新区内 参加求职应聘考试 录取入职后 5年内 每月按博士人民币3000元 硕士2000元 大学1000元 发放生活补贴 同时保障他们的子女教育 医疗健康 交通出行 文体休闲等方面享受优质服务 有分析估计 由于雄安地主偏僻 加上中国政治不稳 未来雄安发展情景黯淡 这些优惠条件虽然表面诱人 但未必能打动相关人士 除非动用强制手段 中共长臂管辖令海外入境中国的人心惊胆战 据报道 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 10月24日通过《爱国主义教育法》 将自2024年元旦起扩大对港澳台三地 及在海外各国的华侨灌输爱国爱党精神 表明若不遵守就会被认定为不爱国 将被治罪 此法引起了各地海外人士的反弹 一位以移民英国的华侨直言 讲好中国故事失败的最大原因 是中共的思维和教育观 落后西方主流价值长达百年 举悉 爱国主义教育法内容涵盖马列主义等政治思想 共产党党史在内的中国发展文史 中共国旗 国歌等象征标志 中共宪法和法律等国安议事 及中共英烈和模范人物事迹所体现的民族精神等 舆论关注的焦点是 爱国主义教育法第38 39条 明文规定 违规违法者 包括否定中共眼中的英雄烈士事迹 将受治安管理处罚 甚至构成犯罪者 亦将追究刑事责任 引发各界哗然和海外人士的反弹 部分观察人士说 该法律力推的洗脑式教育 恐难在海外起到作用 台湾立法委员领储因就批评 爱国主义教育法 因一党之私的企图明显 是中共为了保证权发动国家机器 由上而下进行的政治洗脑文件 他说 此法最极端之处是 除入境中国的台湾人面临风险外 人在台湾的个人或团体 只要言论或影视音乐内容的作品 被遵守爱国主义教育法 都可能受到中国法律长臂管辖的限制 轻则被警告或制裁 重则可能需要付出深陷领域的代价 针对中共将爱国主义教育法的实行范围 扩及海外华侨 深居伦敦原籍中国的合约 告诉媒体 中共出台此法 恐以前驴祭穷 讲好中国故事为什么一直失败 最大的原因就是 它的切入点和讲故事的方法 跟英国主流的价值观脱离了100年 合约是英国自民党的议员候选人 也是20年的时事评论作家 以色列国安消息人士透露 以色列国防军进入下阶段作战 路透社报道 在地面行动中 以军更出动机器人和锈探犬负责定备 和初探地道入口 以利特殊部队未来攻入地下 同时派出了推土机摧毁部分地道入口 但最令哈马斯闻风丧胆的是 以色列准备通过淹水彻底清剿哈马斯 此外 以军近期轰炸加沙北部最大的特拉扎塔尔水库 推特账号Alex Chen 11月8日发文 加沙北部的特拉扎塔尔水库 遭到以色列战机轰炸 导致哈马斯缺乏水源 据报道 当与加沙地面上缺水相反 位于地道内的哈马斯 已经陷入了淹水危机 Alex Chen指出 以军将水灌入哈马斯地道 地道已开始淹水 地下60米很快就会被水灌满 身处地道中的哈马斯领导人 若不想淹死 只能离开地道 面对被以军发现并击毙的风险 不过 有一多年前 埃及也曾引入海水 灌入在埃及段的地道 因此哈马斯在地道内也设有防水闸门 至于是否能阻挡这次以军的水焰 还有待考验 以军发言人哈加里七日则表示 战斗工程部队不断使用爆炸装置 摧毁地道 目前已破坏超过100座树井 以色列前情报官员梅拉米德也表示 先前国防军 沿拟一套坚实计划锁定哈马斯的地道系统 火箭发射点和首脑与武装分子等 关键在于要彻底消灭哈马斯首脑 好了以上是本期万维独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为我们的视频留言点赞 那让我们下期节目再会